一 二 三 传输到画面上就成了虚拟歌手 那脸部的表情 都是在即使唱歌的时候 跟做互动的时候 即使捕捉出来的 运用动态捕捉技术 可以让这样的一个虚拟歌手 非常的真实性跟灵活性 穿戴装置加上设定 平均需要花上一个小时 动态捕捉结合5G XR 把虚拟世界带到真实选秀节目现场 5G大未来的科技影音应用 让人眼睛一亮 跟影视产业里面 我觉得现在可以加上live 就是做即使 那这个也才有比较呼应 我们现在做了很多即使线上 然后或者是5G线上的 一些节目的发展 全台第一个5G XR互动综艺节目 突破空间与时间限制 开创观众全新视觉享受 三烈新闻谷告示林祥泽 廖正颖